今年11月選舉 三藩市B提案提出 發行3億9千萬的公債 來到維修、公立醫院和社區診所 提案的支持者指出 最近異常的熱浪突顯出市內老舊的醫療設施 急需基建維修 黃銀光報導 三藩市過幾星期前出現罕見 接近華氏100度的高溫 衛生局需要關閉兩個社區診所 我們未必須有空調整的環境管理系統 以令我們的醫療設施在暖度活動 三藩市總醫院的行政總裁指出 最近的熱浪中 總醫院5號大樓的頂樓 室內的溫度超過華氏80度 在7層的醫院 我們有病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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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ahonda醫院以及社區診所 其中包括華埠公共衛生局 這個衛生局建於上世紀60年代 當局表示這個衛生分局急需防地震加固工程 上星期三藩市衛生局與東華醫院簽訂二項書 一旦B提案通過的話 東華醫院同意租出地方給華埠衛生局 等衛生局在翻新工程進行期間 都有地方繼續護理病人 現在要做的第四層樓 就是會給如果是那個bond 化幣通過以後 我們會把第四層樓租給衛生局 至於租金是多少 有消息透露 東華醫院表示會以低於市價 或者接近市價租給衛生局 除了翻新醫療設施之外 B提案發行公債的錢 亦都會增加給無家可貴家庭的庇護床位 和資助道路和行人安全 三藩市審計師辦公室的報告指出 B提案發行的公債 以一個70萬元的物業計算 可以向業主收取 每年最多大約70元的地稅 但因為B提案 是取代將會期滿的公債 所以不會增加目前的地稅 但提案是可以授權市府加收地稅 而屋主可以將加稅數額的一半 轉嫁給租客 反對B提案的人士表示 市政府應該從現有的資源拿錢 而不應該讓納稅人再負債 B提案需要三分之二的贊成票 才可以通過 但在11月選舉中 加州5號提案若果通過 將會降低通過公債的門檻 這樣的話 B提案就只需要55%的贊成票 就可以過關 26台記者 黃欣光報導